法拉利Law Ferrari 国内车迷称它为Lafa 它和麦凯伦P1 保时捷918并称为三大神车 Lafa是法拉利旗下的旗舰超跑 全球限量499台 敞篷版就更少 全球限量只有209台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法拉利官方分配到国内Lafa的名额加起来也不到20台吧 而重要的不是你有钱就能买得到 它必须要是法拉利认证的VIP客户 前提是你至少有三台法拉利 所以这也导致了二手车Lafa的价格暴涨 新车虽然指导价不到3000万 但是二手车的价格更是达到了4000万到6000万不等 这妥妥的就是一款理财产品 Lafa代表了法拉利顶尖的研发水平 它高度结合了法拉利在GT跑车和F1赛车两大领域的卓越技术实力 它可以说是一款全方位突破极限的公路王者 动力方面与保时捷918麦凯伦P1不同 采用混动系统的Lafa 既不能充电也无法纯电续航 在法拉利的理念里 Lafa的电机则是为6.3升V12自然吸气发动机增补动力的 使得它的综合输出功率达到了惊人的963匹马力 峰值扭矩900牛米 传动与之匹配的是7档双离合变速箱 0百加速时间3秒内完成 急速可达350公里每小时 正如法拉利所说 作为法拉利的首款混合动力车型 Lafa采用了多种创新技术 是家族中当之无愧的性能王者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